觀眾朋友,我們今天還是清朗炎熱 午後有一點局部鎮雨 不過隨著整個西南風流在減弱水氣有減少 這種午後鎮雨慢慢的變得比較局部 先來看看是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那現在在北部這部分地區是來到普通的黃色 其他通通都是在綠色的良好狀況 那至於說在這個降雨的情況來看 午後是有一點點局部鎮雨 這其中雨是稍微比較大 大概就偏向在士林山區 陽明山附近下的有77毫米 其他大概二十幾毫米左右 可以看得出來比較零星,比較局部了 那西南風帶進來水氣比較多的 大概就是昨天前天的這個週末假日 那氣溫方面降雨少 溫度當然就偏高了 現在很多地方都還有32、33度的這一種高溫 這一種溫度 那至於說在整個天氣系統 一樣地壓帶還是在北邊 台灣吹的還是西南風 不過整個西南邊 像在東沙島附近南海這附近雲層發展比較少了 這個西南風直接帶進來的水氣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太平洋高壓在未來這幾天還會再稍微生長過來 整個低壓帶會稍微被推離開 所以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高壓慢慢過來了 這整個低壓帶逐漸被推上去 台灣附近這邊的熱對流就比較少一點 大概明天明後兩天 北部中部局部地區零星有一點短暫雨 比如說像大台北桃園 另外就是在中部 比如說嘉義這一邊 會有一點局部的午後震雨 這個是在禮拜二禮拜三 禮拜四開始 午後震雨可能就轉到了中南部這一帶了 那再從衛星雲土看看雲層發展的狀況 主要的雲層位置發展當然在北邊 就是封面所在的位置對台灣沒有影響 那這個太平洋上面 這個比較沒有雲層的就太平洋高壓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稍微伸展到我們台灣附近 今天差別最多的就是西南邊外海 這邊的雲層比較少 西南邊這個西南風帶進來的水氣 相對的就比較少一些雷達上面 我們再來看一看了 在這個台灣海峡南部 還是一點零星的雲層在海面上面 蕭蕭漲漲漲 有時候還是會為南部這邊帶來一點零星的降雨 但是比較少一些 比較明顯的都是這種熱隊流 今天這個熱隊流發展的並不是很旺盛 比如說北部這邊有一塊 另外那中部這邊也有一塊 部分地區在北部這邊是有碰到一點點下雨的狀況 大部分比較明顯的是在山區 那氣象鼠所欲哭出來這個降雨的狀況 這個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西南風帶進來的南部的沿海 零星的可能偶爾有一點短暫雨 那明天的白天下雨的範圍又變廣了 大部分在山區 那北部這邊的話大概就是北海岸 大台北還有桃園這一帶碰到午後鎮雨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另外中部這邊大概就是嘉義市區 因為比較靠近山區也有可能碰到午後鎮雨 東半部基本上碰到午後鎮雨 大部分的機會就比較偏低一些了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明天的晚上到禮拜三的清晨少人熱隊流了 降雨當然就減少了 禮拜三的白天一樣 主要午後鎮雨在山區 平地方面的話就是大台北啦 桃園另外就是在嘉義的局部地區這一邊 可能碰到午後鎮雨 那所以呢大部分呢 大概就是以中部局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桃園這一邊為主 到了禮拜四開始 剛剛提到的午後鎮雨 可能平地方面就轉到了中南部這一帶囉 就明天的天氣預報而言的話呢 北部中部局部地區 午後鎮雨其南地區都還蠻晴朗的 那相對的溫度也偏高 特別是在中午之前 雲量比較少 不只說陽光強喔 紫外線也相當的強喔 大家防曬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囉 那這一段時間之內 夏天原本就溫度比較高 紫外線強的喔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